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 使徒保罗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说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接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在这里保罗称神是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安慰这一词在希腊文原文里含义很丰富 有邀请、劝勉、鼓励、抚慰的意思 而丧气之人在原文的意思里 就是指那些低下卑微 被旁人看不起一无所有的人 因此保罗在这里对神的称呼 就是指神是邀请和抚慰那卑微之人的神 那些被世人看不起的困苦人 神不只要亲近他们 并且要成为他们重新站立的力量和安慰 保罗这样称呼神 是因为他自己就经历过 当他为了传福音 而受到各样巨大的轻视和逼迫 几乎丧气的时候 神就及时拆派了一位叫提多的弟兄 给保罗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和激励 所以他感激地称呼这位救助他 看顾他的神 是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这也让我很受感动 我自己也常在生活当中 或是在工作上遭遇到压力 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很丧气很低落 但是就在这样的景况中 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 也一定在这里 他会看顾我 那么我还怕走不出去得不到帮助吗 你说是不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